关心病的吉祥三宝终于下决心发出来了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今天告诉你三个治疗关心病的吉祥三宝 看到这个视频赶快点赞收藏起来 接下来要说的是中药店里面三个不起眼的宝贝 第一个就是腹方单身低丸 关心病的患者往往会有气短胸闷胸痛 这个药可以活血化于理气止痛 对于急性的这些胸痛有缓解作用 第二个就是射箱保心丸 它主要是方箱温通意气强心 对于气质血瘀导致的胸闷胸壁和心肌缺血导致的心脚痛心梗都有好处 临床上患者也反映射箱保心丸 对缓解气质血瘀的这些病症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作用 第三是素合相丸 这也是我比较推荐的 因为它是温开的药 方箱开窍 行气止痛用于寒凝气质弹迷心强心脉不通 所导致的胸闷心前驱疼痛 你记住了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给我点上关注 你的鼓励就是我持续做科普的动力 一个动作快速不阳气 人的阳气就是我们身体的能量 如果阳气没了 就像一台汽车没有屋了 一棵大树没根了 阳光太阳照不到了 今天呢就教大家如何判断一个人阳气是不是旺 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四个特点 第一啊 抵抗力强 平时呢不容易感冒生病 第二 手脚是温暖的 只有阳气充足了 气血才能流通顺畅 特别是到了寒冷的冬天的时候 手脚都是温暖的 这是你阳气足的表现 第三 面色红润 头不晕 眼不花 头发不掉 阳气足才能推动气血 上行到头面 面部的皮肤和眼睛 头发才能有充足的营养 第四 睡眠好 能够自然入睡 不容易做梦 不容易惊醒 第二天醒来以后 精神饱满 充满活力 如果以上这四点你都有 说明你的阳气旺盛 如果其中一条没有达到 接下来这个动作 你要抓紧时间 跟着我练起来了 人的阳气是走后背 督脉 整个后背上的活动起来 阳气就会充足 那我们现在面壁蹲墙 把鼻子尖 膝盖和脚尖贴住墙 从上至下往下蹲 这样反复的进行 起来的时候 百会领着起来 把我们督脉练通了 你的阳气就会充足 每天呢 那时间上可以做十到十五分钟 蹲起的次数 你可以从一百两百 慢慢的做起来 生发了阳气 对你身体新陈代谢 有特别大的好处 这个动作既简单又实用 赶紧练起来 简单的四味药 立湿 肾湿 造湿 吸干你的陈年湿气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中医有这么一句话 千寒一除 一湿难去 湿气重的人 整天会感觉到浑身的发沉 不想动 身上一点劲也没有 像被捆着的感觉 脸上 头上还会爱出油 还总觉得恶心 肚子发胀 为什么尸邪那么难去除呢 主要是跟它的性质有关 中医说 尸的特性是粘腻重拙 就好像刚铺好的利青路 你不小心踩到了 是不是粘一脚 很难清理干净 尸邪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邪在身体里面 尸邪进入人体以后 引起的各种疾病 病程往往是很长 反反复复好不了 那我们拿尸邪 就没办法了吗 当然不是 只要方法用对了 尸邪还是无处可藏的 想要去尸 主要有这么四大方法 立尸 肾尸 造尸 化尸 今天就一次性的 给大家说明白了 立尸呢 就是让尸 从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这是一个把尸邪 最大量的排出路径了 就好比说 水池里的排水管 开开了 让水排出去 第二种途径就是造尸 就好比我们一件 湿的衣服 你急着要穿 那怎么把它变得干了呢 可以风吹 可以太阳晒 有烘干肌 这样就把尸邪 给烘掉了水分 这就是造尸 第三种叫化尸 芳香才能化尸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闻到香味的时候 是不是脾胃功能 一下子就被振奋起来了 闻到爆米花味 是不是就想吃饭有食欲呀 一下子脾胃功能 运化湿着的能力就增强了 这是用芳香的药物 把身体里的湿着排除的一个方法 第四种方法就是去风湿 当湿血存在在四肢 经络 这个时候我们用药里边 要通过去风湿通经络的方法 把湿血去除 张仲景的方里边呢 有一个简简单单的四维 但却包含了四大去湿的功能 这个方就是灵贵竹肝汤 包括着福灵有力湿的作用 贵枝是振奋新养 助养化湿 白竹造湿健脾 再加上干草可以健脾合中 蕴化脾胃 防止湿气内生 不过呢 用药需谨慎 临床湿气的病症比较复杂 往往除了这四个药以外 我们在临床处理湿的问题上 还要进行加减 更快的把湿血去除 所以如果你有湿血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 辩证指导下去进行调理 心不好调肝 肝不好调肾 肾不好调肺 首先我们说 为什么心不好要调肝呢 中医的五行里面 肝目生心火 肝和心是母子关系 孩子不好就找他妈算账 另外呢 肝主书蟹 心是主神志的 都有着维持正常情志的作用 如果长期的肝育不输 育育寡欢 就影响到肝气一节 气急运行不畅 血型速度就会减慢 很容易出现 心血亏虚的表现 比如说气短 法力 失眠多梦 心神不宁 心慌心悸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仅仅要治心 同时还要 疏肝解育来调理 那肝不好 为什么要调肾呢 肝是藏血的 肾经化生肝血 所以啊必须依赖肾经的滋养 才能有生化之源 所以有这么一句叫肝肾是同源的 肾经的来源呢 需要肝气的输泄 才能够得以把肾经输送 发挥功能 总之呢 这两个在生理和病理上 都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旦出现了病理 那就是头晕头胀 眼睛也干涩 两斜肋疼 手心还出汗 睡觉也出汗 咽干口罩 睡眠质量也差 到了晚上呢 还会有燥热 耳鸣 腰肌酸软 这些症状 这时候就需要不易干肾 干肾同调 最后我们说一下 肾如果不好 为什么要调肺 肺和肾呢 也是母子的关系 肺属筋 肾属水 筋能生水 水又能润筋 母病疾子 子病范母 当一个亏虚了 那慢慢的就有相互的影响 导致肺肾两虚 这种情况呢 会感觉到特别爱出虚汗 怕冷怕风 需要肺肾同调 高血脂想解决 关键要看两点 做好了 一天比一天低 高血脂呢 终于说是瘀血症 就是血液里边的 灼物太多了 像痰灼瘀血 存在在血之中 而污染了血的成分 所以治疗的第一步 就要清源 就是清除体内 过多的这些杂质 比如像甘油三指 胆固醇 这些代谢的产物 要保证这些代谢产物 及时的排出 那常用的办法就是 出干礼器 活血化瘀 化痰去着 第二就是固本 不然的话 你都清空了道路了 后面不能源源不断的生成 那这个病也不能够解决 所以这时候要改善脏腹的 蕴化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门诊上 大部分的高血脂患者 都会有脾肾阳虚 什么表现呢 情寒脂冷 面色发白 腰气酸软 小肚子疼 腹胀 有可能还出现下肢的肿 小便不利 典型的五更蟹的症状 这就是因为脏腑运化失常了 脾须不能运化 精液不能输布 水尸就停聚 生成了痰 另外呢 肾阳虚 气推动血和精液就不能完成 痰灼淤血就会内生 肾阳虚同时也会带着脾阳野虚 脾的运化功能也下降 生清降灼就无力 痰灼也会生成 所以治疗的关键就是 健脾化失 温补肾阳 因此总结一下 治疗高血脂症 这么两点 第一 清元 第二 固本 这两点做好了 血脂自然就降 防颤不治 行不行 防颤总是反复发作 怎么办 中医为你解答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患者呢 会问说 防颤不治 行不行 今天就给大家来强调一下 防颤不治啊 危险性是很大的 因为防颤的患者如果不治疗 就会进一步的发展更严重的疾病 导致出现持续性的防颤 甚至出现永久性的防颤 那防颤将无法转负为正常的心率 而且呢 防颤它有可能就诱发了心衰 心衰可就严重了 有可能会导致精神不振 呼吸困难 长死以往呢 就会危及患者的生命 如果检查出是防颤了 一定要积极的干预 不能任其发展 那防颤该怎么治疗呢 当然最好的办法呢 就中期医结合治疗 对防颤是有好的效果的 目前临床上呢 如果你一旦出现防颤 就动员你去做消融 像这位患者 53岁来就诊的时候 已经做过了消融术 但是很快就复发了 中药调理以后呢 它防颤的发作就减少了 缓解了它的这些症状 同时呢 增强了体质 气血也恢复过来了 当然中医治疗防颤呢 是需要针对不同的症状 症型去辨证失质 比如气阴两虚型啊 气虚血鱼型啊 需要我们针对性的 意气养阴安定神志等等 所以呢 防颤的患者 不用再焦虑了 无论中医西医 都是有办法可以给你解决的 如果不治疗耽误了 那防颤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今天失眠睡不好 一个小妙招就搞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是不是经常晚上失眠睡不好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胡思乱想 有的时候甚至靠安眠药 才能睡着 长期服用安眠药 副作用肯定很大 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如果你有这样的苦恼 可以听一听 我下面的几个小妙招 第一 就是坚决把手机啊 放在远处 千万不要在睡不着的时候 去看视频 越看越睡不着 第二个小妙招 我们的头顶上发际里一指的地方 有一个神停穴 用手指在神停穴上去横向的清扫 就如同把我们一天的这个烦恼思绪扫干净 让你心平气和宁心安神 达到一个快速入眠的效果 第三点 如果你还睡不着的话 可以尝试着在下午六点钟左右的时候 取一些炒酸枣仁 它可以帮助我们入眠 把它炒香了 打碎了 可以和粥一起给吃进去 在晚上十点左右一定就起入睡 帮助你解决难以入睡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定络不通 浑身淤堵 两个动作教大家如何打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这两个动作呢 大家记得天天坚持做 第一个呢 就是要搓耳朵 先搓正面 把耳朵上这个耳伦的部位啊 一定从上至下的给它搓变了 这样呢 是对我们整个脊柱是一个调整 搓热乎了啊 然后呢 找到我们的耳朵尖在上面 对折 对折以后呢 从上往下的再搓耳背 也就是我们前面搓完了搓后面 坚持上几分钟 感觉到耳朵热起来了 就可以了 中医说呢 肾开窍于耳 这个动作啊 不仅通肾气 还可以强脊柱 耳朵上面呢 又有很多和五脏六腑相对应的穴位 第二个动作就是 雀拙百慧 在头顶两耳朵尖 向上连线 正中线 就是我们的百慧穴 头为诸阳之慧 百脉之宗 我们每天要敲一敲百慧穴 具有葱耳明目 疏通阳气 疏通经脉的作用 头顶的是天 脚踩的是地 做人顶天立地 与天合一 这也是中医说的 天人合一的意思 调整我们身体里的阴阳 打通身体的经络 非常重要 晚饭这样吃 血脂才能降得快 第一点呢 大家要记住四个字 膳食纤维 吃这些 对于血脂用处可大了 膳食纤维啊 相当于一张大的网 把身体内的总胆固醇 和低密度质蛋白 给它兜住了 网住了 然后通过肠道排出去 也就是帮助了我们的血脂代泄掉 那什么是膳食纤维呢 记住啊 像绿叶蔬菜 燕麦 银耳 木耳 豆类 第二点要注意 不饱和脂肪酸食物 大家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啊 不饱和 那就是没吃饱 还没饱和呢 就有空位子 那这个空位呢 就可以结合体内的大骨醇 然后把它们代泄掉 什么是不饱和脂肪酸呢 比如说大蒜 洋葱 萝卜 生姜 这些蔬菜 像黄豆 绿豆 大豆 这些豆制品 还有芝麻 核桃 榛子 这些坚果 再有呢 我们做菜的时候 尽量的用菜籽油 做到以上几点 血脂就会非常的正常 请停一下 别划走 跟咱老百姓 说三句 韬心窝的话 刷到这个视频 很庆幸 等一下 别划走 今天分享三个好消息 那这三句话呢 要对你来讲 第一句就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一名中医传承人 寒窗苦读 几十年 最终成为合格的中医师 那是多么的不容易 第二句话 就是今天开始 正式入驻平台 帮助有需要的人 做些科普知识的讲解 我已经通过了 平台的医学资质认证 感谢平台 能够以这种方式 让我发挥自己的特长 为大家做一点 有意义的事情 那第三句话就是 我没有什么才艺 舞音不全 不会唱歌跳舞 只会用中医知识 尽心尽力的帮助 每一个需要的人 希望大家点上小红心 给我一点支持 这就是我坚持下去的 最大动力